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见过这么笨的学生 于是 我想胡宗宪打出这一巴掌的原因 多数是因为心疼马宁远 因为从马宁远汇报给他的事情经过来看 这位学生对自己是绝对忠心的 也是想替自己分忧 只是这个方法选择的实在是幼稚 从毁迪烟田的事件爆发开始 胡宗宪就明白 他这个学生的命是肯定保不住了 但是死归死 也得让你死个明白 于是给马宁远上了最后一堂课 这么大的事情居然和同他们 瞒着我去干 还说你这颗心对我是忠的 平时叫你读读左转通鉴 你不以为然 我叫你读一读王阳明的书 你更是不以为然 还说什么半不论于可治天下 现在我问你 孔子说的 知不可为而为止 是什么本意 孔子是告诉世人 做事时不问可不可能 但问应不应该 毁地烟田 上天害理 上勿国家 下害百姓 也叫知不可为而为之吗 绝口烟田 翻遍史书 亘古未见 还说是为我奋勇 这个罪 住了你的九族都顶不了 马宁远最大的问题 就是政伤太低 大局观几乎为零 首先 毁地烟田 这么大的事故出现 无论事故的原因 是天灾还是人祸 被追责的第一人 一定是胡宗献 岗位责任制 道理非常前线 可惜他不懂 其次 马宁远答应 做这件事的初衷 是不想让胡宗献 在严党面前为难 想牺牲自己 保全胡宗献 这个想法就很离谱了 我们假设 毁地烟田 通过马宁远的 这套骚操作 可以在严党面前 设立通过 但是朝堂上 还有另一批人 盯着这件事呢 谈论来浙江 在你眼里 是来旅游的吗 这种天灾人祸的事情 清流派 如果不拿出来 做文章 才有鬼呢 导致的后果 会是什么 至少胡宗献 和清流派 就会从中立关系 变成彻底敌对 把严党的身份 把严党的身份做实 今后无论怎样工作 都会受到阻力 不光没帮上忙 还给自己老师 树立强敌 第三 对合作伙伴 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上集我们提到过 马宁远的身份 在郑碧昌 何茂财 二人眼里 只是自己的一道防火枪 出事了 把你推出去 扛事的 而马宁远的判断是 大家都是阁老的人 除了是自然一起扛 哇 这是高楼 这是高楼 你这单纯的小脑壳 是怎么当上杭州知府的呢 挑黑把烂 马宁远的案例 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有哪些呢 总结如下 第一 工作中 如果职位高于你 直属领导的人 给你下达了工作命令 那么你第一件 要做的事情 应该是跟你的 直属领导报备 而不是背着他去做事 突然被发现了 你很容易被穿小鞋 道理很简单 因为你不够忠诚 在没有能力篡权之前 个人建议 别这么干 第二 考虑问题要全面 不要我以为 要听领导的他以为 因为我以为的事情 也许在他眼里 就是个笑话 把我以为的事情 做分解 把答案变成多选 把选择权 给你的领导 让他去做选择题 而不是单选题 这样 就算你给出的选择 不是他想要的 他也不会过多的为难你 因为从行为上 可以判断出你尽力了 所以在没有能力篡权之前 个人建议 尽量这么干 第三 要结合自己的身份和能力 判断你身边的人 需要在你身上 得到什么 要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无条件对你好的人 只有两个 你爸和你妈 除了这两位 不会有人 无条件地对你好 你身上一定有 某种有价值的东西 被对方看中 所以才会产生相处 或者雇佣的关系 如果不懂这个逻辑 那么你就很容易被利用 总结完毕 最后再补充一句 个人观点 谢绝太尴 马年远这套骚操作 折射出的问题 远不止这些 他身上的这些问题 在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也比比皆是 由于篇幅有限 暂时先说到这 等做完全集之后 我会单独做一期节目 结合他和之后出现的人物 来谈谈我的个人理解 话题扯远了 咱们回归正题 胡松仙的课 给马云远讲明白了 下一步 该对付坑自己 傻学生的王八蛋了 你先到里边房间待着 轻而听听 你所保的他们 到底是什么样的心肝肺 就是死 也不能做个糊涂鬼 胡宗仙首先选择的是上贼船 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不受牵连肯定不现实 既然不能置身事外 那就主动出击 我上了船 你们就谁也别想下去 所以开始炸 郑碧昌和茂财的话 真没想到啊 会出这样的事情 属下听说了这个事情以后 立刻去了一舱 捅散了一下 不足三万蛋粮 受灾的百姓 有六十万之多 全振了 也就够他们吃上十天半月 这当务之急是买粮 可藩库里的存盈也不够啊 我们得 得立刻给朝廷上奏书 请朝廷拨粮赈灾 拨什么粮 报什么灾 自然是报天灾 是天灾吗 端午训 三天三夜的暴雨 水位猛涨 这 这本是想不到的吗 走书 就按你说的 由你来草拟 属下们可以你说 但最后 还得由布唐大人 领先上奏 我来说 我只提醒一句 同样的江河 同样的端午训 林省的白毛河 吴松江 和我们都是去年绣的地 我们一条江 画了他们两条江的绣地款 他们那里低谷人安 我们这里 倒出了这么大的水灾 这个话 你们得扯圆了 在会议的开始 胡宗宪就把 郑和二人的话 堵死了 这么大的事情 用天灾人祸 搪塞过去 你把我当傻子 还是把清流派的人 当傻子 一记不行 何茂财这猪脑子 排除了严实翻 来压胡宗宪 布唐大人既然这样说 属下 也不得不斗胆说一句了 小哥老给我们写了信 想必也给布唐写了信 一定要追查 查到我们头上 我们要不要把小哥老的信 交给朝廷 布唐 还要不要再去追查 小哥老 那朝廷改道为丧的旨意 是不是也叫皇上收回 听布唐明事 你是说 毁敌烟田 是小哥老让你干的 我 结果 我没这样说 这一幕真的被何茂财 给嗅到了 最后 只能按原计划 把马宁远推出来背锅 属下想 一定是去年修堤的时候 没有修好 河道衙门的人 在修堤的时候 摊没了修河公款 造成水灾的事 加进三十一年就有 就这样上奏吧 至于河道衙门马宁远 是不是摊没了修河公款 以后可以慢慢查 至此 马宁远终于明白了自己 在为一群什么样嘴脸的人抗事 事儿没办之前 马大人 今天你是第一工程 你坐上手 办完之后 河道总管自然难逃其究 协办的两个委员 同罪 胡宗献一直在引导 郑和二人表态 不过涉及到 河道监管李璇时 态度就变了 那河道监管呢 波唐大人知道 河道监管李璇 是公帝的人 因为李璇是四里建的人 归阳金水管制 牵扯到宫里 他们得罪不起 所以想只用马宁远的命 息事宁人 胡宗献料到他们会这样 所以放出了必杀计 这一幕 着实给郑和二人惊到了 这表明 他们说的话 马宁远都听到了 而马宁远 是毁迪燕田的执行人 知道的内情 实在太多了 事已至此 想让他单纯的顶雷 是肯定不可能了 如果按真实情况 汇报给朝廷 那他的供词 就不叫供词了 而是核武器 包括家境在内的人 都脱不了干系 那自己肯定叽叽斯密达 还玩个球了 所以只能按照 胡宗献的意思办 我们俩一起去见杨公公 如果以核道失修的罪名上奏 只是我们的人 那个李璇却没事 那怎么也说不过去 那你们就去说 以仓里赈灾的粮 要尽快运往春安和建德 还有发了这么大的灾 改道为丧 今年爱难实行 这一条 在奏述里务必写明 请朝廷延缓 胡宗献为什么要冒着 得罪杨金水的风险 一定要处理李璇呢 其一 为的是找平衡点 让事情的影响变低 如果以贪没工程款的罪名 来处理马宁远 而不治核道监管的罪 严党在朝局中 就会变得被动 容易被清流派 以此攻击 这样处理 严党和四里剑都有责任 各打五十大板 你们谁也就别说谁了 清流派也不会轻举妄动 其二 胡宗献手中有生杀权 处理基层官员 可以先斩后奏 如果选择处理马宁远 那么李璇就一定不能留 不然就等于给严松 留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有被翻案的风险 所以火速地处理掉二人 把案情做成铁案 其三 如果马宁远和李璇都被处理 那么胡宗献手中 就有一个郑碧昌 何茂财 杨金水 三人都惧怕的东西 那就是马宁远的口供 以此为筹码 逼迫三人上书 严慌改道为丧的推行 稳住浙江的局势 用这么短的时间 就已经计划的如此周密 不得不说 胡宗献的大居观和智慧 远非这几位久能饭带可比 好了 这一期的故事就先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 请关注 收藏 咱们下期见